有不少的追星人都表示,自己以后想要当自己喜欢的明星的助理,这样就可以每天待在自己喜欢的明星身边,和自己喜欢的明星近距离接触了。 但是当明星助理,真的像这些人想象的那么舒服吗? 有不少当过明星助理的人都站出来表示,如果再给他们一个机会,他们绝对不会选择去当一个明星的助理了。 随着这些当过明星助理的人的不断发声,明星助理这个看似光鲜亮丽的职业被揭开了遮羞布,暴露出了这个行业中的黑暗。 虽然张大大透露过自己两个助理的待遇,最开始底薪一万,三四年后,工资达到1.5万到1.85万。 还有年终奖,旅行团建,品牌礼物赠送,逢年过节还会给助理家人准备礼物。 张大大助理的待遇,符合大多数人对明星助理这个工作岗位的想象。 还有一部分想当明星助理的人是因为追星,认为当了助理,就能离偶像更进一步。 这些年,还有不少男艺人和女助理结婚的事件,更让一些女粉丝对这个行业加上了一层滤镜。 但是只要你认真观察,走在明星身边的助理的一举一动,你就会发现,这个行业比你想象的要残酷得多。 跪地服务是常态,尤其是女明星,在拍戏或参加活动的时候,造型比较多。 帮忙穿鞋子,还要帮忙脱鞋子。 妮妮在拍摄夜旅人的时候,身边围着两个女助理,一个负责搀扶她,一个负责给她穿鞋。 助理忙前忙后,妮妮一言不发,还磕起了瓜子。 王子文在拍摄广告宣传片的时候,坐在沙发上,拿着咖啡,对着台本。 因为王子文翘着二郎腿,又贴近沙发,助理跪在地上,帮她穿鞋穿得十分艰难。 周冬雨在片场的时候,她悠哉地喝着饮料,两个助理却蹲在地上费力地帮她穿鞋。 刘涛在拍摄广告的时候,她忙着看手机,助理只能跪在地上帮她套上高跟鞋。 张韶涵也被拍到,一双简单的鞋子,还要助理来穿脱。 赵露丝在片场,不仅要助理穿鞋,还要穿袜子。 助理帮忙艺人穿鞋子,本不是什么大事,让人不爽的是,艺人完全没有要配合助理的意思,反而一副高高在上,置身事外的嘴脸。 当然,跪地服务,不仅要穿鞋,还要举话筒。 秦岚在参加某个商场的珠宝活动时,她为了要展示身上穿戴的珠宝,便让助理跪在地上,给她举着话筒。 这段视频曝光后,秦岚受到不少争议。 事后,秦岚解释说,自己并没有看到助理是跪着的。 无论是跪着还是蹲着,连话筒都要别人举着,又在高跪什么呢? 秦岚曾发过一条微博,调侃自己是打工人。 日入百万的打工人,和提供贵事服务的打工人,根本差了十万八千里。 无独有偶。 远冰岩出席某个商场活动的时候,也是别人跪着给她举话筒。 贵事服务还不是明星助理最卑微的工作内容,你还要把明星当作孩子一样照顾。 上面提到的刘涛,助理给她穿完鞋子后,便拿着饮料给她喝。 刘涛依然沉迷手机,助理只能帮她拿着,只见刘涛吸了一口,但是并没有吞下去。 她要吐出来的时候,直接吐到助理的手上。 助理只能用厚厚的纸巾,接住刘涛吐出来的饮料。 当陪着明星出差的时候,助理的活就更重了。 明星空着手,轻轻松松过安检,剩下的几个大箱子,全要你帮忙拿。 沈梦辰曾被拍到,她在前面笑叶如花,助理在后面推着几个大箱子。 杨幂有一段收工路透更夸张,当拍摄结束后,两个助理立马飞奔上来,一个打着遮阳伞,一个提着拖鞋。 要是天气热,扇扇子也是常态。 杨超越在片场的时候,擦完鼻涕的纸巾直接递给身边的助理,助理犹豫了一下。 本来想拿一张纸巾包住鼻涕纸,结果纸巾又被杨超越拿走了,最后不得不接下鼻涕纸。 除了这些我们肉眼能看到的,还有一些网友也分享自己当明星助理的血泪史。 给一个三线艺人当助理,连续一周陪着他,每天只能睡两个小时,还有拎着很重的包包,哪怕这些东西根本用不到也要拿着。 提醒艺人要带什么东西,结果被怒吼,还被用开了你来威胁。 还有网友爆料,当某个女艺人的助理时,上厕所还要帮他擦马桶,进门前需要擦一遍桌子椅子才会坐。 发现桌子上有灰尘时,他让你把桌子舔一遍。 还有个姑娘在节目上爆料,给一个台湾老前辈艺人当助理时,半夜三更打电话,让他去他房间把矿泉水倒在水壶里烧。 吃明星剩下的盒饭,在走廊守夜陪睡,明星助理连古代的宫女都不如。 狗仔还爆料过,很多女明星招助理都会有个必备条件,要会手洗内衣裤。 也有网友验证过这一点。 既然明星助理的工作这么繁琐这么累,你以为工资一定很高吧? 业内人士表示,工资也就三五千,如果需要经常奔波也就六千块。 那些工资上万的,也就凤毛领奖。 如果要求助理是当地的,那么时速开销需要助理自己承担。 三五千的工资,除去开销,能剩下多少呢? 而且,艺人对助理的要求还很苛刻,会考察你的生肖、血型、星座,如果艺人接不到火,都会推到你身上。 此外,还要求你具备开车、拍照、英语、有护照等要求。 张泽天曾在朋友圈公开招聘助理,不仅要求有工作经验,还要会处理家庭事务。 有网友解读得好,张泽天需要的助理,要干保姆、摄影师、翻译、商务等多人的工作。 如果助理犯错,艺人也不会轻扰你。 金静就表示,会扣工资来惩罚助理,一次扣一千,扣满五千,就乖乖听话了。 本来就三五千的工资,被扣了一千,还怎么生存? 当然也有人会说,当明星助理,不过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,拿了钱就该给人办事。 诚然,工作本身就是用自身价值换取劳动报酬。 但是你看看这些,完全超越了工作上的平等关系,而是需要把明星捧在手心,不敢有丝毫懈怠。 明星对助理缺乏该有的人性化要求、尊重和理解,有助理照顾着,有粉丝吹捧着。 于是,娱乐圈出现了一群缺乏生活常识的废物。 范诚诚在节目里煮米饭,不知道要放水,还要郭麒麟提醒。 宋颜飞不会用洗衣机。 张雪莹煮饺子的时候,先把饺子放锅里,再倒上矿泉水。 小学生都知道,煮饺子需要开水下锅。 最近,通过2023大热电视剧《长相思》进入新生代流量行列的男星邓维,因为拖欠助理工资,受到网友热议。 担任过邓维助理的关岳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等工资的第八天,并晒出了和邓维经纪人黄慧的聊天记录。 黄慧在聊天记录里回复关岳的发新问题,称每个月的10号会发工资,并承诺关岳虽然不会马上给他,但10号之前会给的。 看黄慧的意思就是工资肯定不会不给,但需要等流程。 网友也劝关岳删文,说经纪人的说法也没什么问题。 但关岳爆料称自己是突然通知被开除的,毫无准备,而且工资还要等下个月再结。 而且,黄慧也曾找过理由拖欠薪资,疑似是关岳在社交平台上发了有关邓维的内容。 因此,黄慧表示这样很难向公司争取结算,但关岳表示自己并未发布过相关内容。 黄慧又称判定标准不是他说了算。 据关岳所说他曾为支付车主损失,垫付500元,也就是说邓维公司一共欠关岳5500元。 这钱都不如邓维身上的一件衣服,公司却非要在关岳已经被开除的情况下,拖到下个月。 黄慧在聊天记录中否认这些问题,并让关岳拿出证据,否则就是诽谤,保留追究法律责任。 关岳也明确表示不怕追究,爆料自己有录音。 此前邓维经纪人就因为机场耍大牌的问题引起粉丝和网友不满,如今又拖欠工资。 只能说,希望邓维公司能够正视网上的舆论,尽早对欠薪问题做出处理和回应,不要因此耽误了艺人的事业发展。 不得不说,明星助理的卑微,扯下了那于最后一块遮羞布。 明星们一个个看起来光鲜亮丽,在镜头前侃侃而谈,和蔼可亲。 大众认为明星身上的光芒是值得仰视的,甚至把明星想象成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。 真正走进明星的生活,才会发现,明星不过是资本包装出来的产品。 撕下他们的假面具,真实嘴脸,恐怕连普通人都不如。 明星与我们所有人都一样是普通的人,在经过各种各样的吹捧之后, 他们会不自觉地在心里把自己捧上更高的位置,在对待自己的助理时也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态度。 有些粉丝应聘的助理,也愿意将自己喜欢的明星捧起来,即使是遇到了不公正的对待, 也觉得甘之如遗,乐于接受明星们的差事。 但这并不代表随意使唤奴役助理的事情就是正确的, 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,每一个打工人都应该收获应有的尊严和工资。 明星助理也只不过是一份普通的工作,这些明星既然享受了助理的服务, 就应该给予助理应有的报酬和尊重。 明星 carn明星 明星观看 好